大天福地人為貴 信則吉係空則背 袁太祖 好,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袁太祖 來到今集第五十一集 第五十一集 說得這麼快 即是完了五十之後,第二個五十的新開始 老實說,我其實真的沒有想過這麼多口水 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這麼多話說 我們林定康風水命理館 就立足香港 我們現在錄音的時候 這個社會發生了很多事 現在我們錄音的位置就在港島區 情況非常之混亂 老實說,都令人非常痛心 希望整件事早日平息 能夠和平解決 以及受了傷的早日康復 希望香港早日康復 就是這樣 生於私,長於私 亦都不會離開香港 希望各位香港人安好 大家幫一下幫香港期下福 做任何你自己的方法 去幫助一下香港這個地方 因為真的是 這個是前所未有的混亂時候 老實說,我自己看到也很不開心 不是說那些生意佬說那些影響生意那些 而是老實說,一個這樣的環境 是一個共業來的 對香港人來說也是一個共業 我們要一起共同承受,共同面對 經過了這些煩惱和苦難之後 我們香港人會有一個新的局面 也都會變得更加強壯和有智慧 套用佛學的說法 煩惱即菩提 我們亦都希望香港每一位 無論你是什麼崗位的 什麼人的 都不要放棄繼續堅持 因為香港需要你 亦都需要每一位香港人的 所以在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早日度過難關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那就看回剛剛這個星期的新聞 就見到有人說是這個王大先宵佳衣 是的 今年呢 我想余蘭節 即是踏入農曆七月 過往那麼多年 我想可能大家的氣氛 即是節日氣氛 即是不論是開心的節日氣氛 是這樣的 大家可能都會有些躁忌 可能晚上沒有出那麼多街 等等這些事情 今年也是晚上不敢出那麼多街 是的 當然原因不同了 跟我們害怕的事情都不同了 但是也有人會遵守傳統去蕭嘉伊 對 不如我 我們先說蕭嘉伊 先說蕭嘉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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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提提大家 除了已經是混亂情況的第二個月 也都是達入鬼月的時候 第三個月 第三個月 現在就是鬼月 不要以為要到七月十四才是鬼月的 七月十四一入七月其實已經是了 不論是道教佛教 其實現在都會開始是我們的余蘭節 有些人就叫做中元節 起源就跟一個佛教故事有關係 如果想聽的話 就自己找回我們的頻道 我記得有個說法 就是農曆七月開始 其實七月一號開始就慢慢開了鬼門關 是 開到余蘭節那天就開到最大 是 對 那就慢慢關閉 到七月最後一天就關閉了 沒錯 沒錯 是慢慢開 不過鬼門關大開 就是月中 剛剛好月中就開到最大 慢慢就關閉到月亮的月圓 關閉一開的情況 我們這一集教大家如何燒佳衣 律師說大家都這陣子說要去黃太仙燒佳衣 我不是叫大家去黃太仙燒佳衣 哪裏都可以燒佳衣 那就盡量避免一些人煙囂物的地方 我自己都有看新聞的 我想可以用一個小小師傅仔的角度去搞一下 當然跟大家說 哪裏都可以燒佳衣的意思 是說一些 圓學上面 和指定的地方才可以燒佳 對 就是說圓學上的 我不是說一些政治問題 但是我那天譬如你說 有一班朋友在黃太仙說要燒佳衣 那些黃太仙燒佳衣 究竟那些朋友收不收到呢 有些朋友都問我的 那天看到新聞 有位師傅 收不收到的 你要猜 會不會收到一些催淚彈呢 我說又不會收到催淚彈 雖然是燒出來的 但是是不收的 不過我也挺肯定 那晚那些朋友收不到東西的 為什麼呢 人比鬼多 你不可以找人氣太旺的原因 就是有人其實鬼是怕人的 你不要以為他七月大了 他又不用怕人 不是這回事的 他只不過是說開了門 他就出來到處走 所以如果大家要燒衣化寶 第一個重點就是 必須要找一些人煙相對較少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是要貼場行的 又不一定貼場行 講就講就貼場行 其實他又不用貼場行的 看他自己的資歷或者他的能力 鬼魂都有很多種的 如果能力好的 打滑行就行 如果弱一點就靠場 那就不一定關夢長事的 但是無論他多厲害也好 或者這樣那樣 你人多到這樣的時候 這麼旺 其實那些鬼就走光了 所以就不要在那些什麼 旺角鬧事 銅鑼灣鬧事 那些地方就化寶 有些人就喜歡去廟面前化寶 其實都可以 嗯 不過就無所謂的 你找些人少一點的地方就可以了 OK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這個化寶 蕭嘉伊其實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呢 那那個用堂呢 其實就根據 其實我們之前講過的 袁蘭節就是一個做善事的日子 嗯 就透過自己一些陽間 我們人間的一些 暴施的方法 就希望去幫助一些在陰間的孤魏野鬼 令到他們在陰間的生活都變得好些 包括給他東西吃啊 給他水他喝啊 給錢他洗啊 給錢他洗啊 或者甚至是燒一些百戒符啊 觀音醫啊 希望可以在這個時候救拔一些的亡者的 一些亡魂的 希望在這個時候做一些功德 那之前講過了 這個時候即是陰德的時候 那所以大家最好就是 多多益善少少無區 少少地去發寶 嗯 那這個就是最主要的 為什麼要發寶的原因呢 就是希望幫助一些孤魏野鬼 也都同時間幫助自己增加一些陰德 那當然你說你 就是有些功利的說法 而我自己也都不建議這樣做的 那個做法就是說 蕭嘉伊同時間希望 整個七月燒啊 或者幾個月燒呢 就可以提升自己的財運 是嗎 咦 我想不到這個關係 因為那些朋友仔都會幫你 你幫了他會幫你 那就出於這個原因 那所以說 蕭嘉伊希望 那麼多朋友仔 又幫幫忙 多一點生意 這個做法不是不行 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來說 只適合那些編滿行業 其實我們之前有些雜數 都講過的 其實我們說余蘭節做善事的日子 我們做善事用一個報師的心態去做 其實是的 一樣的 就算 只不過這次報師的對象 就不是給人 就給一些非人 所以其實做法一樣 所以也可以說蕭嘉伊是一個 怎麼說的 做善事的時候 有些人就職財運的時候 有些人職財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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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你會看到 甚至乎商店都會幫自己燒的 目的就很明顯的了 就是希望讓那些朋友仔 來自己的面前 吃完東西就走了 一方面就 怎樣說 給他錢 你不要搞我那些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希望透過幫助他們獲得 所以這個也是越南節 或者我們說鬼穴的時候 好過真正的意思 就不在於那些什麼見鬼會嚇到 哎呀他特別出來要弄你 你嚇到你 不要靠牆走遇 這樣就說 走遇 其實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最主要是你自己走得正起 就可以了 總之平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好了 我們講完這裡 我們下半節就長講實際的內容 但是這裡都可以 我們再講多一點要準備的東西 我想問多一點點 我們剛才說的目的就是 可以燒給油運野鬼 有些說法就是 我們要準備一份 只要準備兩份 一份就燒給油運野鬼 一份就要寫自己先人的名字 就燒給自己的先人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相信你的先人 死了之後是落了鬼 你去寫他的名字 也都可以給他 但是如果你說你沒有特定的 那你就只寫他那個 那個 就這樣給油運野鬼的秘密都可以 當然如果你說 師家一份 公家一份 那就最好了 當然 都是錢的問題 你自己買多份 這樣 甚至乎你說 師父我真的很害怕 說燒家一又有火 又怕被警察拘捕 現在又怕燒家一不知道自己的程序 對不對 會不會得罪神明 如果怕得罪不對 物品不對 聽這個節目就對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就算你不燒醫 都有方法的 念經 念咒 用功德回向給他們 也都是七月節 一個很好的布施方法 這一節你就講了 首先第一就是你不需要害怕 又不會說那些鬼是來搞你的 其實是一個布施的時間 第二就是 如果要燒家一 最好就去一些 人煙相對較少的地方 越僻靜越好 但是你不要僻靜 走上大墓山也不用 那些暗街啊 閣啊 你燒就可以了 甚至其實現在公共屋村 樓下都有一些位置 是給大家燒家一用的 但如果譬如我自己住的 就比較新式 沒有這些東西的 所以就唯有都是 下街燒 但是 下街燒 然後買什麼 整個次座是怎樣呢 我們就下節再講了 好啦 那我們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 元泰祖